字幕不熟 嘩老婆 加拿大放宽救生艇的政策 好像说取消学力限制 我这些小学毕业的 没有对 工作一年就可以永居 我们快去申请 啊…… 爸爸你看清楚字没有 去加拿大干吗 去Costco找李玄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起床就看到一个很爆的消息 加拿大政府宣布一个最新的港人救生艇方案 工作人一年就说可以得到永居 这条片不是资讯片 也不是教学的懒人包 其实我们跟大部分的观众一样一头无水 还是蒙茶茶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马上上网扒问 看看怎样可以工作一年就可以得到加拿大的永居资格 看来干什么 有没有这么想 啊 即是怎样啊 我又要坐飞机啊 不要了吧 虽然我们其实已经移民到英国了 但是也想看看有没有更好选择的地方可以试一试 试什么呢 试衫 试鞋 不要骂我 相信大部分按进来看这条片的 都可能对移民加拿大有点兴趣的 不过呢 有看开我们观众的朋友 都知道我们平时很少讲这些 关于时事啊 新闻的题材 见到这个这么抢眼的题目 当然是会想知道多些资料的啦 这一两天呢 无论是香港人 或者是英国香港人的media 或者是facebookgroup呢 都已经是疯狂地在讨论这件事的啦 港人移民加拿大取消学历限制 一年就可以永居 不过我们先离身 我们申请来英国之前呢 都没有想着去加拿大的 嗯 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贵啦 还有呢 不想读书啦 你真是聪明啦 对啦 因为呢 我们没有看过加拿大移民的资料 当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我都很需要时间去了解一下 究竟它发生了什么事啦 现在呢 那个媒体经常大事报道的呢 就关于Stream B呢 本身是由五年那个学历限制 就直接插上去啦 没有这个五年内要大学毕业的学历限制 搞到呢 很多朋友都可能以为是不是中学毕业 然后就可以申请啦 就连一些本身在香港啦 有小朋友的一些的朋友啦 他呢 都在那些Facebook Media那里呢 留言说 P.M.P.Liz啊 P.M.我资讯啊 很有兴趣知道如何移民的 对啊 没错啦 可能呢 是因为这个新闻的标题呢 有少少 太吸引了 让别人好像是没有任何学历 没有任何要求 总之你过去做事啦 做一年呢 就可以永居做在加拿大啦 嗯 上网看这些资料呢 真的看到我一头零水啊 什么Stream B OWP 什么来的呢 其实呢 我都不是很清楚的啦 记住这一条片不是什么教学片 不是我告诉你 怎样移民啊 有什么资料啊 这样呢 纯粹呢 我们看了这些资料呢 我觉得好像有点 不是好像那些媒体 那讲这么简单的事啊 那移民加拿大呢 其中有一个我看到的方法呢 就是 这些报道现在讲的 Stream B 那这个渠道呢 其实里面又包括了 有几种的工作签证的 那其中呢 有一个的工作签证呢 就是叫OWP 叫做 开放式工作签证啊 那申请人的时候呢 是需要在过去十年里面 在加拿大或者海外呢 完成一些的指定的课程 包括可能是大学的 Degree 课程啊 或者一些Diploma 的文憑课程啊 或者一些研究生的课程 这样的 而这个OWP呢 依然都是受到十年内 毕业的一个学历的要求 那就是说 如果用这个OWP 就是不是完全没有学历的限制啦 可以这么说的 因为呢 另外呢 还有两款的工作签证 其中包括呢 有一个叫Working holiday 不过呢 就不关你事的啦 因为呢 年龄呢 是要介乎18至30岁 你应该超零啦 嗯 超了两三年 哈哈 别扮演啊 是人都知道你多少岁了啦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 读书人的配偶工作签证啦 但是这个其实最终都是要读书的 就是避免不了读书了喔 好像我这样无心向学 那又不需要移民呢 不是呀 你便移了来英国咯 我意思是加拿大 哈哈 应该这么说啦 除非你找到一个工作呢 是肯签证给你 嗯 那你跟那个Stream B呢 就有机会可以 不需要学历 而复较到 他现在改了那个的 做满一年 就可以做加拿大的永居啦 就是简单的来说啦 你去上班 然后我就可以坐在那 躺平地下签证啦 我不知道呀 我不是移民顾问呀 那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会讲这个话题呢 其实都是因为 真的这个标题 感觉上好像有点点 误导了很多人 很多香港人 嗯 也都会给了一点点假希望 可能 一场欢喜的 就是看到这个标题 哇好像很正啊 然后满心欢喜回去 就是做完功课之后 才发现原来要这么多东西的 那就一场欢喜啦 没错啦 除非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签证 是可以给你这样申请啦 是不是真的找工作那么容易呢 我就相信不是啦 那我们没住过加拿大 不知道啦 所以大家移民前 记得看多点资料 设计不要跟车太叠 看到这个标题呢 就以为 哇有笋东西 立刻跑去申请啦 那如果门栏 真的设置到这么低 哇 那全香港不是很多人都走了吗 那如果真的不用看学历 你又会不会走过去加拿大呢 那我都会考虑的 认真 因为为什么呢 英国的天气真的变化莫测 那我想多点阳光 嗯 还有我喜欢看篮球的嘛 看NBA的嘛 那去加拿大都还能看 所以挺适合我 不过我这么说 其实呢 这样呢 都是给多个选择不同的人的 那未必个个想走的人都有BNO啦 而且呢 我觉得BNO呢 它的目标呢 都是多点大一点的人 那但是 而它这个明显呢 它是想目标近一些 不组业没内 不组业十年以内的人 嗯 那我都认识不少朋友呢 来到英国才发现 原来英国不适合它啦 那如果加拿大真的适合它多一点 他都不妨试下 考虑一下 去移民去加拿大啦 对不对 不过呢 多数都是不想读书 才不是去加拿大而已 就不是个个 就像你跟我那样 无心向学的 对不对 阿昌你想不想读书呀 不用预议我啦 好了 那我们今天先说到这么多 相信大家呢 听到这里呢 都觉得有点点慌 想睡觉的啦 对不对 我都有一点烦睡 是呀 我们都是无心向学的孩子 都是算啦 不讲这些 好了 那今集呢 就因为讲一些正经一点的话题 就没有那么多春卷的声演 如果想看到多些春卷的话 记得看上一条片 又或者是留意下一条片的出现 大家看到这些媒体报道的时候 有没有都给他们这些标题呢 好像误道了那样呢 嗯 真的不用学历 我们再重新听一次啦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上网看 那就自己理解的 有错记得留言告诉我们 那就可以纠正我们了 那喜欢这条片 记得留言 赞 订阅 订阅 追踪春卷 IG 好了 多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集见 拜拜 这个好笑呀 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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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会儿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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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